哈囉大家好我是優格 I'm YouGer 今天優格啊就開啟這個傳說對決 你會發現怎麼會在跑更新 我想說不對不對喔 傳說對決每次在更新的時候 一定有重大事情要發生 果真我們今天在更新的時候 他把眾多角色都做了一個數字上修改 例如增強啊削弱之類的 那我們就緊接的看下去 那這就是今天早上有做更新 不停機我發現傳說都 不喜歡停機耶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葉娜 葉娜呢他在這一次是改強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葉娜他前期真的體質很差很差 真的很難跟他對線英雄 真的一挑一PK什麼之類的 遇到很多類型的英雄都要退 遇到很多類型英雄都要退讓三分 所以這一次呢他直接把他的回血啊 還有生命成長調了非常非常的多 不要看這裡好像沒什麼 15等加起來真的蠻多的 再下一個就是藍了喔 藍的話他打他的一技能 緩速效果在前期做一個下修 以前呢都是故意緩50% 現在就是從30%起跳 那在前期沒有那麼的盧小小 然後冷卻時間呢 那在前期也是增長了一秒 也蠻多的啦 至於魔力消耗當然是增加啦 這不用看嘛 所以藍的話基本上是些微的削弱 再來看到是科學面這一次是改強的喔 就是一技能魔法攻擊力調上升了 再來就是還有二技能一樣 冷卻下修了一秒 對前期來說 所以科學面呢 他好像在這一次是增強的 再來看到是弗洛倫 哇天哪 我不得不說弗洛倫在這一次是直接削弱 他在上個版本已經削弱過一次了 這次再削弱 上個版本呢大家都知道他削弱的是 在圖刺被動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免疫控制的 這次版本呢他直接把 大招的減免傷害從50%變成30% 哇喔 直接下修20%的一個空間 這個是直接大砍弗洛倫啊 我的天哪 所以這次弗洛倫我覺得他砍蠻多的 在下一個英雄 大家眾所期待的愛理 他終於要改強了 看一下他改強哪裡 一技能的傷害是大幅度的增加 他的基礎傷害從前期 從200變成250 在大後期的575變成600 重點就是他的物理攻擊係數 是多了0.1 還不錯喔 而且冷卻時間下修了一秒 我覺得愛理呢他算是改強了蠻多 再來就是他的二技能冷卻時間也下修了 他前期下修一秒 在大後期是下修0.5秒 還是不錯吧 大家都很期待什麼時候改強愛理 什麼時候改強愛理 他這次 終於改強了 雖然 這改強的幅度呢 呃 不高啦 就是一點點 一絲一絲到位而已啦 再看到下一隻英雄 塔拉 塔拉大家都知道喔 如果塔拉今天他在大順風情況下 他就是一個打不死的蟑螂 怎麼說打不死呢 你好不容易把他打殘血了 結果 他的攻擊力超高 還把你反殺掉 不然就是他 好不容易把塔拉打殘血了 他直接技能轉一轉 又馬上回血回了起來 完全就打不死 就好比那個薩尼喔 在殘血的時候 他的被動一直在回血一樣 太扯 所以這一次呢 他直接把他的使用技能會固定 以前是消耗8% 現在是改為 一二技能都會消耗5% 大招的部分會直接消耗10%的 當前生命值 可是呢 重點在於說 他在使用技能 以前會 3秒內回復9% 但是現在變成說 3秒內只會恢復 6%的 生命值啊 所以 他 可能 沒有辦法 這麼的 能夠壓血 跟壓車一樣 他沒辦法壓血了喔 看清楚了喔 下修3% 其實蠻多的喔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麥克斯 麥克斯在這一次是 些微的 改強 就是他的二技能 在有時候會連點 不小心觸發到 連續觸發到兩次 那這次改動呢 就是在 技能施放間加了 最小間隔 避免連點 以前可能會不小心連點兩次啊 因為他 在按的時候會有點卡頓 所以有時候可能連點兩次 就會不小心 直接觸發到兩次啊 所以以上呢就是 這一次 射手以外的改版 那最重點最重點 就是我們 射手的改版 這次的射手呢 改的真的蠻多的 而且改蠻多位 因為射手啊 他有金錢變加入 暴擊裝降價 還有 養殖流的開發 變成說現在射手 他可能八九分鐘 他的輸出能力就可以直接秒掉 一直要去殺他的刺客 真的讓刺客太頭痛了 所以這次對於射手裡面有蠻大的改動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 射 射呢他是被一個削弱 第一個就是他被動 修復了一個bug 成導致被動造成額外的傷害 那我自己也是不曉得 這是什麼的bug啦 因為我也不曉得嘛 這可能是官方自己 測試他背後的數據 就發現 咦勇的被動有這個bug 可是現在取消這個bug的話 代表說 他就真的少這個bug的額外傷害 再來就是他的技能二 二技能嘛 他的技能半徑範圍呢 減少了0.5公尺 我們先不要討論 公尺到底在傳說對決裡面 是多大 但是我們只要看到 半徑少了0.5 一直說 整個圓 直徑會少了 一公尺 真的還蠻多的喔 你看這個文字上的意思 半徑跟直徑是有差別的喔 因為射手少了0.5公尺的話 他的射程範圍真的少了很多 我們再來看就是 特爾安納斯 特爾安納斯這次是削弱的 先看到他的一技能 傷害在 前期呢 感覺有 一點增加其實沒有 因為他所附帶的 物理攻擊係數呢 是被下修了 從0.55變成0.52 還有的就是他的 減速效果 從以前一劍可以緩6% 到現在的一劍緩4% 那5劍 就是少了多少 10% 對啊 真的就是被下修 再來我們看到下一位英雄 堇 堇呢上次這個版本喔 官方都說他把堇改強 結果被我拍了一個影片 砲轟啦 說根本沒有改強 而且是削弱 這次他拿出他們成績就是 把堇的一技能冷卻時間 直接 下修了0.5秒 從固定5秒變成固定4.5秒 OK啦 這次的 改強給過 給過好不好 不像上一次說改強 怎麼看都是把他傷害 下修了蠻多 什麼 射程啊 下修啊 下一個英雄就是 菲尼克啦 菲尼克在上個版本是把他的技能有點重做 重製了 但是呢 官方覺得他還是不夠強 強還要更強 就是他自己的英雄基礎屬性呢 是被上調從攻速啊 多了一趴 一等就多一趴喔 跑速呢 也從305變360 再來就是他的被動啊 他的一技能 修改了傷害上調了 或者是修復了一個bug 這個bug叫做 成導技能1基礎值不會隨著技能等級成長 所以說現在會了 所以 菲尼克有被上調 還有看到就是狗牙我們的亥雅啦 上個版本亥雅已經被下修一次 這次改版裡面更新裡面 亥雅第二次再次的被做一個下修 被削弱了 重點就是他一技能嘛 所附帶的攻擊力下修了0.05 還有他的二技能冷卻時間多了兩秒 前期多了兩秒啦 然後後期多了一秒 所以這隻亥雅呢 他再次的被做一個 傷害啊 下修 他冷卻時間也上調了蠻多 可是呢 我一直 抱有很大的懷疑耶 就是卡芬妮一直沒動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 先看到冷悶狗角 欸他不是狗角 他叫做 死蘭茲啦 我們的兔子啦 那個牙齒真的很想幫他刷牙呢 再看到了就是他的一技能 冷卻時間從以前的固定10秒鐘 改成了 前期10秒後期可以變成8秒鐘 蠻多的 再來就是他的大招 大招開啟的時候 以前會 提升跑速20% 現在變成30% 提升10%蠻多的喔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卡芬妮 卡芬妮呢 他傷害沒有被下修 也沒有被上調 但是呢 他普攻的物理吸血比率 下修到只有其他射手的 三分之二 就是以前 其他隻射手可能吸血比率是100% 那卡芬妮吸血比率就是66% 你懂嗎 只有66% 所以真的蠻多 他只能 依賴著他的嗜血攻吸血了吧 所以這次的改版裡面 卡芬妮讓我最不解釋 他在四等的時候 大招真的傷害 我覺得有一點過高 但是卻沒有下修 對啊 可是 亥牙這隻角色 卻被 傷害一直被下修了兩次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 所有角色裡面 做一個更新跟改版 還有一個就是其他的調整 就是擊殺魔龍的時候 團隊經驗 全期會 減少 250點 那我們不要管他 250點到底是多少經驗值 我們只要知道的就是 我們在前期兩分鐘去搶的那 第一條魔龍 可能會搶完之後 沒有辦法讓全隊到達 四等 擁有多一個技能 叫做大招 現在呢 因為他減少250點 有可能 打了魔龍 有些還卡在三等 可能經驗差一點到四等 就會讓 就是感覺 會戰啊 碰撞裡面 更有看頭的意思 再就是他的 天空巨龍 天空巨龍呢 以前 他可以 施放的最大時間是90秒鐘 現在直接 變成60秒鐘 直接下修了30秒 不要讓你 天空巨龍卡在那邊 又不放啊 或是你可能 一個不小心死掉 一個復活 就沒辦法放了喔 那再來就是 天空巨龍作為防禦塔的傷害 也會做一個下調 那我是不太懂啦 原來 天空巨龍也會附帶他自己 本身的 物理攻擊力 那天空巨龍的物理攻擊力 我可以幫他買裝備嗎 我可以用我多餘的錢 把天空巨龍買裝備 這樣子他可以附帶的攻擊力就比較多嘛 沒有啦 他應該是 天空巨龍會隨著他的時間 去成長他的物理攻擊力 對應該是這樣子 反正他就是 對防禦塔的傷害被下調了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所有所有更新跟改版 那 做最多改動的應該是 射手類吧 射手類真的 改動了蠻多隻角色的喔 真的蠻多隻啊 以前我們看到勇啊 錦啊 特安娜絲啊 很多很多 改動最多我就是 弗洛倫 弗洛倫以前三個版本 變成不會控制 現在 減免傷害直接下調20%啦 從50%變成30% 真的蠻多的 那這次呢就是 今天 正式服的更新跟改版的資料 那有興趣看更多的話 可以點以下 有放那個 資訊 網站 就是這個的網站 大家可以去看個更清楚 那麼以上呢就是 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覺得影片還不錯啦 記得幫影片點個大大喜歡 我是游哥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